中国财经报道继续来关注资讯 巴黎圣母院大火已经过去将近四个月了 13号巴黎市政府开始深度清理 因大火造成的迁污染 向圣母院周围土壤 释放能去污的表面活性剂和胶粘剂 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五天 为此巴黎圣母院周边交通将封锁到23号 期间附近的部分地铁站和公交站也将关闭